很多人置業都是想更上一層樓 小屋半大屋,一千呎變成三千呎 但如果你又不想搬來搬去 想將生活空間擴闊 就不能夠靠魔術師了 那就要靠設計師幫幫忙了 今天我們參觀大潭一個單位 有2588平方呎 它是下行式的間隔,一共有三層 這間屋子尽用每一寸的空間 看上去真的不止二千多呎 怎樣才能擴闊空間感呢? 有幾種方法 Cleston,想問你 如果你想增加空間感 第一個要點是什麼? 你可以嘗試將間隔改動 像這裡,把門拆開,向外面 或者加上很大的門,像這裡 五十多吋的門 也可以感覺到這個方位好像很大 很長,很深,我覺得 拿一層客飯廳,拆除間隔 這一招就要用在廚房 現在變成開放式 空間闊了 中間還可以加一個倒影櫃 方便收藏廚具 客飯廳的陸地大玻璃 也改用了大格的窗框 令客廳更加光亮 有沒有發現全屋都運用同一種物料 是擴闊空間的慣常方法? Cleston,我看到你整間屋 用得最多的物料一定是玻璃 對,而增加空間感,除了用玻璃 作為主要的物料之外 其實淺色擺設是否也有幫助? 對,其實這間屋的主題 是用了很淺色的設計來做整間屋 你現在看到這些玻璃圍欄 其實以前是深色的木 這間整間屋的設計 都是用了淺色的木來做的 你試一下所有傢俬和場櫃 而且全都是用一隻石來做的 甚至門色都是 所以感覺比較統一,光亮很多 舒服很多 對 露台用了米啡色的砂石地磚 這樣做也配合海景 有一種近海邊踩落沙地的感覺 再留一層就是起居室 有四間房,一間書房,三間套房 為了增加這個空間的溫暖感覺 地板用了木材而不用雲石地磚 Cleston,這個主人套房 用了剛才你跟我們說的兩個方法 分別是拆了間隔 以及用很多玻璃的物料 就像這個浴室 以及這邊的玻璃屋頂 除了這兩個方法之外 還有其他方法跟我們說嗎 其實你提及剛才那兩個方法之外 我用了一些暗門 放在這間房間裡 暗門的好處是可以減少壓迫感 而且你看這裡的旅邊 其實就是一道暗門 而且裡面就是冷凍座室 原本這間女女房 只有一個窗戶對著小花園 令到方線不太充足 所以設計師就把整棵牆拆掉 變成玻璃塘門 令到房間立刻開揚了 還有一個景觀 Cleston,這裡用了多少錢 去裝修設計呢 差不多,用了五百萬左右 我想除了房間變大了之外 還有一樣東西變大了 還有一間房間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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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